冬冰冰的冬天吃些辣东西就最过瘾啦 今天就教大家煮一个简易版的酸辣汤 相信各位新手大厨都可以成功煮到的 立刻看这些材料先 那我们现在将材料切成一条条 记得要用调味料液下去先 滚了之后就可以加其他材料了 如果想再香点的话可以加麻油和胡椒粉 15分钟就可以了 立刻试一下味道 酸酸辣辣 真的很适合冬天吃 大家立刻试一下吧